这样也是到了游戏的第15章 这章应该算是你跑图的应该算是最后最后一篇了吧 16章的应该是就是直接是杀了一个boss战 这边真正就是你跑图战斗打小怪的应该是只有 这是最后了 应该就这么多东西了 这一关也是其实我感觉上应该算是战斗内容应该是最最集中的一关 如果你是去打战斗的话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 看一下我的鞋怎么样 这个这个加血的有点太多了 嗯 嗯 哇 那个虫子好像是也是算加血物品是可以用这个护肤给它提升价值 别的还有什么 这个刀我就不不欢呼呼了发现还是太浪费时间了 然后我是不是血量已经现在上线了已经 应该已经上线了 所以这个黄草就可以卖了直接 这些红草药应该是不会随机掉了 这些红草药要这样子吧 这个地儿感觉上就是流程还是比较线性的那种 我刚才走的那个后来为什么会有个中招 总之我发现就是你第一时间上来 因为对面会刷怪你要去用先拿那个机枪 然后这个就是会刷怪 这种满了 总之你第一时间要把这个 可以了 那就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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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 没死 好像这有个财宝 这边是来捡财宝的 这个就是 当我只是打过一个二周末 没有研究都特别多 但是还是稍微有一个研究的 这边是什么情况 就是 发现 应该是那个直升机Mac 他应该是 就是在 那个动画 刚刚应该是有一个动画 那个动画出来之后呢 应该是 好像是上来有一拨人 上来那拨人 你要先让Mac先给打光 打光之后呢 是 我发现最好的情况是 你趁着那个动画播出来之前 你要先站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就刷怪的话呢 你是没有 是没有 就是时间去打的 因为对面会刷出更多的怪 主要目标是 要把这个机枪拿到 但是这边的怪呢 是应用的方法就是 扔手雷 但是刚才我是 可能是在边 边打在边说话 可能是 直击没有第一时间扔出去 就是稍微有点慢 像说把那边人都打了 然后那两个手雷炸到之后呢 好像 我猜应该也是 就是好像是 在你需要 杀多少怪之后 那个时候打 这个前进到了 这个空海 应该是 我们这个算是 更分裹秒的一个情况 等一下 然后把这个 打 这个人怎么还 晃了一下 前边你往前走 应该会触发一个动画 自己把这边的东西收 都挖了 这个地儿呢 都没守着 这个东西是 一颗小手雷 一颗大雷 可以直接打 可以直接爆掉 就算那些被打得更快 直接直接爆掉 爆掉之后呢 是 好像那边有 拿机枪的人 我在 我在等那个机枪 那个人不把那个门炸了 我还在打 我动不了了 这人能练我啊 这么厉害 但是为什么不把那个 我还要把 我还要攻击吗 我要往前走 我要往前走 这个这个门 打门的 嗯 这个什么 金之王 好 是吗 这些人 这些人 为什么 这代游戏的爆炸品 感觉上真的是好弱 啊 这些人 为什么 这个人 非常不耐心 我天呐 好 這個人他是埋伏我啊 好美好啊 接住 好嗎 上一個那個房間我沒有搜刮 不過其實我只是想給大家看一看這個 這個防空炮實際上可以炸壞的 但我發現一個情況就是這有點類似於是你 我怎麼覺得剛才他那個軌跡是不對的 說話有點分神 剛才說什麼是 就是你炸防空炮那個東西的實際上是類似於一個 做刷的一個策略 我就是打完那個東西之後 我實際上應該是衝到這個裡面來 但是呢 我又 我又不想是純就是什麼都不打 就直接是猛跑的那種 感覺上最沒有意思 可能也是有點 為了掩飾一個防空炮 結果跟我的這個打法真的是衝突了 我也就這樣了 這邊 這個最後就是純戰鬥應該是沒有 然後 這個上面還有 急槍 好 這邊由於是高難度 所以說給了你一個 一個存檔點 好吧 來吧 啊 何打 惊喜呀 妞瀉 麦克 那總之我發現你如果站外邊直接打的話是非常容易中招的 我是選擇一個至少是能開闊一點 這邊是最後應該是遊戲最後一個收集排除的傷人委託了 這邊有兩個然後 那有一個 然後是這邊沒有 樓上應該是沒有的 你記得好像這個遠處還是什麼哪個地方有一個似的 可能是前邊吧前邊往左看 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在哪 記不得了 這是前面的路還是很 哦這個這個 啊 明明每次他都有量為什麼沒有告訴我是miss 應該是這些東西 這就好像有個財寶 這是 財寶 財寶 好這個地兒呢應該是 我這樣這是一個 就是你不要不要不要過去 不要碰到他那個 裡面的怪物不會殺手 然後這個是一個 蛇 蛇我果然直接吃了 得了 這個刀子那就不多了 可能是 留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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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其實這個蛇吃的有點不太對 不過就這樣子 這是匕首嗎 哇 這樣 忘 忘條這東西 大概這麼一個樣子 這個賣我有什麼 護士我就不換了 也沒有 沒有太大的幫助 但是我這邊物資還是挺豐富的 沒有必要省 呃 故意再存一個擋吧 這邊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前方的 最後一個關節 對這個地兒 這個地兒呢 我想 我想試一個東西 也是發現 至少之後吧 之後的 呃 有個環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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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隻蟲子 這個巨蟹槍的單發傷害還是蠻高的 雖然說可能dps有射速慢一點 這有財寶嗎 有財寶 我天哪這我以為死了呢 前面呢多死一下 平常的話你要總之非常的 看一下 這些蟲子飛走來 謝謝 我還移動了結果 OK總之是試了一下這個戰術是在剛到這個島的時候也是也是嘗試一下 不過當時是以敵人當就是以敵人是當當一個肉盾 剛才我應該是讓敵人是把我推進這個就是推過那個防線吧 這個東西如果生下的話之後就相當是如果你想四個半小時內通關這個應該是這個地兒能省不少時間 其實前半部分我都可以不打 不過我剛才是 就是就是為了求穩吧我是怕如果一旦失敗的話 但其實如果你真正失敗的話那個機槍應該會一下把你秒掉 但是說如果我怕可能是走到一半他沒給你 就是我可能是沒有沒有推進去但是又沒有多秒的情況下我應該就是會 如果是這張圖前半部分的敵人也沒有殺死的話應該是會更更惡心 又一個表西的財寶不過就無所謂了 不是真的嗎 不是 是 就是 那 很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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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可以 這是 是 像她的 Satara 啊 啊 今こそ時至烈 那小羊は我らと契約を交わした 彼に祝福を そして彼らに深き哀れみを 皆に歓喜を いざかくあなたたち ネオ 行って アシュリー アシュリー 私はこの 劇情を忘れ 非常 非常長 非常長 不能跳過的 非常無聊的 一人 都是 他 その 他 一人 é 努力 他 技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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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死嗎 狗狗 領埋 一敗 一敗 好痛 我突然好奇这边 这个箱子应该是没法捡的吧 我帮你过去好吧 这个地儿更过分 直接是给你弄隐身墙 那边还可以解释成 爆炸势力太宽过不去 那边就直接是空气墙了 好 让我做 好 好 好 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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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い 这样呢应该是终于打到最后一张了 最后一张应该没有什么 应该就是一个boss战 应该算是比较短 我估计就直接就不解了 直接直接给叶果冲打完 阿修 阿修 ここよ もう駄目かと思った 平気だ まさか君が ええ 私がやったの 立てそう 静香 見つけたのは この道を通れば外に出られるかも ねえ 私上手くやれてる このままじゃ 俺は失業で 今こうして 生きていられるのは ドイツのおかげね ああ 阿弥エデュ いいやつだった うん 可以把最后的一些文件 堵一堵 理由 四 四 二 二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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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就这么多东西吧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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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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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看 观看观看 可以这样整个 四代的开荒吧 算是就都结束了 这边Vesker最后的配音 我还之前真的是没有用过日语 我不太清楚配音有没有换过 这边其实从整个生化系列来讲 我觉得比较突出的几个配音 我看一下这边 比较突出的几个配音应该是 可能Ada就是英文版的配音 应该是太 让人印象深 或者可能是比较有特色 这次是第一次听到了Vesker 现在是日语版的配音 我感觉上 我觉得主要是日语的配音演员 应该是可能 有几位应该是让我 比较熟悉或者说真的 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讲 它的声音太有特性了 基本上如果以它的很特性的那种声线 来去配的话 基本上就是能让人一下子能听出来 我觉得可能是这么一个原因 但是从英文的配音来讲 我还是可能五代Vesker 我第一次接触英文的配音 还是可能听得更习惯一些 因为毕竟是一直用的是英文的配音 所以说可能 国志文倒是确实 这次四代也算是 就是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件事真的是没有 就是没有想过 是玩吉他 前几座的时候 包括一些重制版 就是打通之后 没有想过 说是换 换成 就是相对是日语的一个配音 去弄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样子 这边 这边 这是什么 专家某是打通 打通不用 这就相当于是 你不用一些其他的武器 这个就叫手炮 它的英文叫什么 hand cannon 就直接是这么这么翻译过来的 怎么看 1000块钱 别的东西呢 剩下的东西应该就是 不是跳着列表 怎么看 这个 应该是 之后 就是等于是 现在两个 硬核难度 跟专家难度 现在是 开荒 开荒网 之后的话 应该是准备 就是挑战 S plus了 目前呢 是还是没有计划 至少从我 我这边呢 是我 硬核是我打了 开荒了一周目 然后我打了一周目 然后 这边写的是第四轮 实际上是 第 有一轮 不是我 不是我自己打 对这个应该是不算 我个人的话 应该是两周目的 一个 一个经验 然后专家 其实这边我打起来 我不太清楚 就是这个游戏中 敌人的 AI吧 我不太清楚 它的AI是 它是稍微有变化 还是怎么 我才可能也是 因为根据你 我这边录像 可能有些时候 移动 并不是一个固定的 至少就是 有些地方 关卡的一些 发生的事情 跟我在之前 打的那个周目 是有点不太一样 我不太清楚 是因为 就是我的动作 并没有 就完全是照搬 我之前的一个 行动模式 所以是导致敌人的 行动模式也变了 还是说这边 这个专家难度 跟硬核难度 还是有一些区别 这个我是不太清楚 总之 我还是要 自小时间 去再去研究研究 就是这个游戏的 一个 一个模式 然后呢 我要去 之后呢 就是我估计 就直接是挑战 Splus的一个动作 因为这边 基本上 我觉得四代吧 可能五代 还不太一样 五代应该是 它 我记得当时 五代的一个 评价的内容 应该就是 每一关 它好像是 除了时间之外 好像主要 就是一些 击杀跟命中率 什么的 这边四代 包括其实 以往的几代 大部分情况下 就只是 要求你的 时间 可能还有存档的次数 在一定的 陷阱内 如果 你的敌人 如果不杀 就是经常的 不杀 只是跑路的话 应该是 不会影响你的评价 好像我 我应该是没有错 我记得五代 我还是玩的比较多的 五代的 有些关 如果就是 你杀的敌人太少 它这个评价 会 就是会给你扣分 这边的话 总之 就是我 接下来吧 这边开荒 应该就算正是结束了 我四代时间 应该是会研究研究 这边S Plus 一个模式 具体是 还是像这样 直接 就是录 录类似的开荒 还是说 我就自己 不开卖 或是不太清楚 总之 这个东西 还算工作量 我至少 目前觉得 还是蛮大的 因为现在 我回想一下 有很多 地方 主要是存档 它是在给你收限制 相对是你不能 其实这个硬核倒还好 它是没有存档 我估计可以这个样子 就是我可能是 先把硬核的这个给打 点打完之后的话 存档的次数再减下来 这边相对是 至少我是可以存一个档 然后是 相对是每个地方 我怎么打的战术 相对是可以是进行 不停的试验 这个东西可能就是 你的容作性更低一些 因为是存档 游戏是一共有16张 然后相对是你 平均下来是每一张 只能存一次档 然后再考虑到一些 boss战 包括刚才 我开那个摩托艇 居然能直接 在同一个地方死两次 也是 比较 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可能也还 估计 这么招来看的话 应该是到时候 可能是你甚至要 两张存一个档 可能是这么一样子 有boss战的话 我估计可能是要 选择在boss战前存 还是 这么想想还是蛮有挑战性的 不过这个也是 毕竟生化系列 我个人比较喜欢 可以多多打一打 大概就这么一个 这么一样子了 像整个至少 生化四代 虫之版 这个算硬核 跟专家难度的开荒 就直接到此就完结了 也是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的支持 那我们之后的其他内容见 拜拜